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而丰富 撒映在了炫酷 光一个背影完了一处 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今天我要吐槽的这部片 没有改编全是乱编 没有细说全是胡说 悟空看完会匹刹 嫦娥看完会自杀 唐僧看完会崩溃 如来看完会迷醉 十八罗汉看完当场下跪 他就是国产喜剧奇幻电影 猪八戒传说 但是在开始今天的吐槽之前 我要先向之前吐槽过的 所有在国内国外的烂片 阔虎 竹梦圈圈圈出外 客户完毕 质疑我最真诚的歉意 因为啥 因为当我看完这部片子 我才发现 我之前对于烂片的衡量标准 是多么的苛刻 多么的无知 多么的年少轻狂 多么的青春迷茫 我很后悔 我后悔自己为啥 没早一点领略到 这部神作的风采 毕竟一个人 只有真正的经历过 风浪的拍打 才能变得更强 所以我现在变强了 而看过这期视频的你们 也一样可以 电影的开头 先是一段旁白 耿着刀壁刀 刀壁刀的 说这个公园某某年 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 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 村子里边有七个妖怪作乱 怪事贫乏 但是村民都以为 七妖只是坏人 不知道他们是妖 所以都祈求能有个英雄出现 拯救他们 接着画面一转 男主角天鹏就登场了 大伙来吵吵 这个画风 这个调宰 这个特效 你说你是天鹏 你就说你是个车棚子 那都得是漏雨那个 接着还给我整了一场水下大战 天鹏元帅 对阵 电漫怪 期间还出现了 仿佛从受尽卵开始 就遭受辐射的海蟒 以及被踩几脚就能变熟的 自家热大螃蟹 就这段给我看的 完全是生理上产生不适 幕后的大佬们 你们那个脑瓜的里 但凡有1%的审美 加上0.5%的良知 都整不出这么一堆烂玩意 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电漫 还给捏了个人脸 而且在脸 大伙仔细瞅瞅啊 这不蹭我叫哥哥的热度呢吗 而咱们的天鹏哥哥 其实还有个女神 名字叫月希 一直舔而不得 于是就去找爱神求助 说到这个爱神 我就又开始来气 你说你们腐化灶都放飞到啥程度了 那反正都没底下了 就闭着眼睛随便照呗 哎 不带 正经这东西不用心琢磨 抄袭倒还挺有一手的 你这个造型 不就是现巴的霹雳不带戏里的气天地吗 咋的啊 连头饰的形状都懒得改了 是不是行呢 只要脸皮够厚 反抄袭的锤子就轮不穿你啊 完了这个飞和爱神 告诉天鹏 想要追爱就必须得先下凡捉妖 行 也挺正常 毕竟一般的仙侠题材也都这么安排 就找个借口上主角行侠仗义呗 但是你们一定没想到 天鹏下凡之后 直接就跟七妖勾肩大背 互诉中场 见其友谊的桥梁了 而且他还跑到别人家里 见人就喊爹 爸爸 哎呦我去真行呢 见过装孙子的 还没见过上岗子当儿子的呢 身段放的挺低啊 小伙啊 问题是这老哥心理素质更好 遭遇了从天而降 一点也不慌 稳稳当当就把这个爹的身份给认下了 你们说这我还能说啥 大哥你要是这样子的 那你是真爷们 而接下来这部电影啊 基本就处于一个自我放弃的状态了 故事故事讲不明白 演员演员各应人 甚至连调色都用什么五彩斑斓的黑 来抢X你的眼珠子 各种奇形怪状 花里胡哨的角色 一会儿安排几个 一会儿安排几个 挖着你眼珠子 按着你脑瓜子 就非得逼着你们看他耍宝 又干又尬 还搅着自己贼拉搞笑 大肚子 拿手大肚子 哎呦我去了 都9102年了 还跟我玩远古时期的梗呢 干啥呢 文艺复兴啊 你死不死 还有你天鹏 本来下凡不是为了捉腰吗 那咋下来之后 就变成只值得一门心思 搞暧昧的铁嗨嗨了呢 而且还要时不时的 变回假的 不能再假的猪的原形 在你面前晃呢 你就说闹心不闹心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片子还请来了曾志伟 留个长胡子 跟我俩一顿五五扎扎 装疯卖傻的 我从开始看到最后都没整明白 他到底干啥来了 扶贫了还是下乡啊 而且这部片子呀 不光我一个人看不懂啊 大伙都看不懂啊 满屏的弹幕 没有一个人聊剧情 甚至连个吐槽的都没有 你们猜他妈干啥呢 全跟着比 谁坚持的时间长呢 哎呦去了 一部电影 愣是拍出了全民大挑战的急迫感 这是何等的闪 牛叉啊 电影的最后 说原来这个爱神 才是终极大boss 七妖都是天鹏的几个恶念 他做这一对妖 就是为了 我要享受 卖个全力 哎呦我去了 大爷得到结尾了 你就别再讲段子了 行不行啊 后来天鹏为了打败爱神 不惜牺牲了自己 我本以为 这揪心的一切终于结束了 结果画面一转 他又被阎王给救回来了 你们说在这谁能受了啊 你复活了 就这部片子呀 我看的时候豆瓣还没开分呢 我嫌子就是让我给五分的话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要是让我给五毛 那我就得考虑考虑了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 闹心的我是手脚冒汗 心秃秃直跳 据说这个玩意儿 一开始还定的是春节党 哎呦我去了 得亏你是换到七月份才上的 要不然大过年呢 你再给观众七个好点的 那是真造孽呀 更让我懵圈的是啥呢 我上网一查 这个猪八戒传书 居然整了六千多万的票房 哎呀 玩的呀 电影上简介还说呢 这是一个所有青少年 都经历过的故事 一个何嘉欢的故事 还何嘉欢 好好的两口子一起看完 要是不离婚 那都得算是经历过大灾大难的呀 完了我好信 还去搂了两眼导演的微博 评论里边 皮了啪啦一顿夸呀 再瞅瞅他这个宣传文案啊 来你过来 你告诉我你这个电影 到底跟周星植又有啥关系 数筷子的 不捆绑就不行是不是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 总之啊 感谢同学们的推荐 让我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大伙千万不要猎奇 人生短暂 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行吧 这就先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集见